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与牛角电影公司今天,三时,在南市府举办爱家被,电影爱情线索二公益赠票记者会,会中牛角杨靖导演捐出250张公益电影票给台南市弱势家庭及团体,并由社会局主米刘继崇代表接受,为响应杨靖导演的坚实与爱心。 南市社会局也特别加码认购250张电影票,总计有500位社傅团体服务对象或弱势民众可以在一分之六,五,二分之六,六,晚上七点在台南威秀影城共同参与台南首映会,一起分享杨靖导演电影的生命启示。 杨靖是台南人,与魏德胜导演是一起长大的好友,同时也曾是远见杂志报道全台最有勇气的五人之一。 杨靖说,他之所以叫牛角,是因为他一出生,罹患罕见疾病,双手双脚中间的指头都萎缩, 手跟脚夹起来只有八根指头,手指和脚趾,外观仿佛牛角面包,也因为如此,让他从小到大就饱受外界一样眼光。 杨靖说,他高中毕业后,准备进入职场,寄出一百多封履历表全部被拒, 最后有一家电脑公司愿意录取他担任清洁工,他一边学习电脑相关技能,最后从清洁工专行为电脑工程师。 他观察当时印表机墨水市场正夯,靠住比别人勤快的拜访,三年后成为业务经理,21岁时已拥有千万身价。 不料,千万财产却被一名别有用心的女子骗光,甚至还背负巨债。 这样的打击,让他一度罹患犹豫症,自我放逐了4、5年,直到28岁才逐渐走出阴影。 后来,杨靖克服困难拍电影,既知道电影《爱情线索1》后,如今又完成《爱情线索2》。 《亲妙关系》,该电影剧情大致是描述女主角因父母离异导致对婚姻产生不信任感。 女主角在伤害中逐渐发现亲密关系里所隐藏的爱情线索,解决关系中的难题。 剧情贴近人心,带点幽默也让人感动,非常鼓舞人心。 男士社会局表示,这次杨靖导演赠票给男士社富团体及弱势家庭,除了邀请弱势家庭一起分享电影的美好,也希望极有电影的题材共同学习表达爱与宽恕,并赠票行动,换来大众及更多企业对社会弱势的关注。 感谢观看